哈囉大家好我是Sandy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是一個千元機票系列 那我們刷到機票價格好像是6千8到7千塊左右吧 就是來回機票一個人的價格 我們就想說趁這個機會一起去四國探探險 順便也避開東京大阪那種大量的人群 其實是因為機票太貴所以我選一個便宜的 沒錯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時機點想要選一些便宜的機票 又不想要跟大家人幾人的話呢 我們先幫大家去岡山探探險吧 我們來到機場後機室啦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桃園機場2024年最新的停車顧略 從我們上次分享停車到現在是2022年嘛 到現在其實改變了非常多 沒錯在上一次2022年底呢 第一次去沖繩前跟大家分享過 因為那個疫情的關係嘛 很多外圍停車場全部都關閉了 那那個時候呢是跟大家推薦說 可以在桃園機場的P4停車場提前預約 那費用會非常的便宜 就是一天250塊 但是呢這次我們就發現啊 因為旅遊復甦的關係 所以附近的停車場都已經漸漸恢復囉 所以就發生了什麼事 對P4停車場現在變超貴啊 它就漲價了 所以如果現在P4停車場如果是有4000預約的話呢 1,000從250塊錢漲到了300塊錢 那如果是碰到3天以上的廉價呢 一天就變成400塊錢囉 對那如果是預約外圍的話 一天是多少 200 200塊錢 那連續假期是300 所以我們這次預約的是日月停停車場 那我剛剛有跟那個日月停的人詢問一下說 有預約跟沒有預約的差異 這個地方呢價錢是一樣的 只是過後呢它可能會有一區是保留車位 所以如果你是預計在過年農曆假期出門的話呢 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先提前上網預約囉 對因為我現在看P4停車場其實雖然說它貴啦 但是大家都預約的滿踴躍的 那我相信外圍的應該也是預約滿踴躍的 沒錯那他們都是在三週前開放預約 所以還計算一下你的出國時間 就建議大家提早上網預約 另外再提醒一下 因為停車場外圍嘛 畢竟需要一些交通時間 所以建議大家還要再多抓半個小時的時間比較安全囉 對因為現在機場人變超多的 沒錯 那接下來我們就在鋼山見啦 提醒大家 剛開國門的時候使用到的VZJAPAN WEB 現在還是可以使用喔 雖然現在不用事先上網登記來省核疫苗 但是還是可以省去手寫的不便 以及資料上的錯誤 這樣在排隊過移民館的時候也會加速 更重要的是日本將在1月5號更新VZJAPAN WEB 以往有兩個不同的QR Code要掃描 現在統一成一個QR Code就更加便利啦 如果事先沒有上網填寫沒關係 飛機場還是可以拿到紙本的來進行填寫 你在幹什麼 準備要來換網卡啦 我們這次感謝飛行上網工作室 提供我們這次岡山之旅的網卡 現代人出國不可或缺的就是網路 要快速又穩定的網路 那這家網卡呢其實我們已經回購無數次了 從我們去年去西埔 然後到後來的日本之類的旅行 其實我們都是使用他們家的網卡就是 經驗非常好 所以推薦給大家 那他們家的網卡有一點我非常的喜歡 就是這邊著名的叫做環保網卡 它的環保卡的意思呢是說這張卡其實是不需要丟掉的 你只要告知它卡號就可以無限的加值 那如果像我們今天來這邊嘛 我們來岡山四天的行程 我們買的是四天份 但你要臨時增加行程啊 或是你甚至要臨時飛到國外去 你要去韓國或去哪裡 你只要透過它的LINE官方帳號 跟它通知然後再充值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飛到國外去囉 無限加值不只是這一次喔 如果你過了兩三個月後還要再出國 你也可以再通知他們 但前提是你只要改號保存好 你保存好然後你通知它 所以我這次可能要改飛香港 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你就可以今天加值明天就出發 就不需要再等待它網卡寄來的時間 我覺得十分的方便 飛行上網工作室 他們現在首度提供我們優惠碼 FIRST-925 FIRST-925是他們首度公開的官網 首購優惠碼 我們會把資訊放在下面 那除此之外呢 他還額外提供我們三份 三百元的全額抵用金 所以你只要在下面留言 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就有機會充足囉 到Ebay 29號的23點59分為止 我們就會立刻抽出三份 三百元全額抵用金 那詳細資訊呢 我們就放在說明欄 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前往 岡山市中心啦 沒有我們要去上福 喔 我們要去上福 我們要去前往倉夫啦 Let's go 我們今天的行程是要直達倉夫 那因為這個淘汰海浪機場 它規模比較小 所以來懷的班機也蠻少的 它就只有兩條巴士線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一條巴士線呢 就直接到岡山站 另外一條呢 是去倉夫站 那我們今天就要直達倉夫 而且我剛剛發現 他們現在如果你去那個岡山站的話 你拿護照的話 就可以免費達成 只是倉夫不行 所以我們要去買票 好 我們現在先去買票器商戶囉 Let's go 我們買到來去上桌的車站的車票了 那要來這邊 就是在車 一樣是在後車廂的外面 這邊有一個那個售票機 而且這車票機超可愛 它不是電子式的 它很像吃拉麵那種售票機 它這個是這樣可以按壓式的耶 然後它就是錢先放進去 那你就按你要幾張票 而且連這個幾張票都是按壓式 我剛剛一直要嘗試按它的螢幕 但它螢幕不能通 妳現在這個 妳是個現代人 對 它是按下面這個按鈕式的 然後最後再按這個 一千五 一千一百五十塊就會出來兩張票啦 但是呢 我們跟大家看一下時刻表 等一下看一下時刻表 好 因為呢 他們這邊的班機比較少 所以它其實有國內航班跟國際航班 那你要往岡山車站的話呢 車次是比較多的 就是 這邊 岡山站的班次看起來是比較多的 而且它這邊寫 你看這邊滿席就出發了耶 對 所以它不一定是只看著上面的出發時間 它只要滿了就會出 OK 那個爺爺只怕我走錯地方 他也這樣跟我講 那反正如果你要去岡山的話呢 除了那個可以看它的時刻表之外 它只要坐滿了就出發 那我們現在是因為我們要 今天晚上住在倉夫嘛 我們就一定要先去倉夫 那倉夫的話呢 它要到四點十分才有一班車 我們現在時間是 三點多吧 我們三點二十分而已 我們還有將近五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去裡面的便利商店逛逛 我們經過一番波折 終於來到倉夫了 對 我們大概搭車搭了三四十分鐘吧 對 現在時間呢 是四點五十二分 所以呢 如果你是跟我們一樣搭虎黃兩點半落地的班機 然後一樣是搭四點十分前往倉夫的車站的話呢 大概就會在五點鐘以前抵達倉夫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對 我們剛剛發現了一個bug 對 因為其實我在網路上查的時候 是說去岡山的車跟去倉夫的車一樣都是四點十分 但是到了現場之後呢 發現它其實是有加開前往岡山的車子 所以我們如果當時搭上那一班巴士的話 應該會更找到 對 而且那一台巴士的話 現在拿護照還免費 所以現在覺得有點 浪費時間或浪費錢 希望大家不要跟我們一樣 就是走冤望路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要去這裡 我們要去倉夫美觀地區 這是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我們來倉夫就是想要來這邊住一晚 感受一下美觀地區的夜晚 所以現在雖然是已經快要黃昏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如果黃昏 還到倉夫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好像聽說商店街大概五點多就關了 那我們是打算明天白天就好好的逛商店街 今天就享受一下夜晚的氣氛 我們往這個商部美觀地區跟商店街的方向前進 我們就住在市中心喔 變冷了 好冷喔 好冷喔 前面那邊是什麼啊 這其實就是在倉夫的這個商店街 非常有名的一家炸豬排飯 所以說如果你是白天啊 比較熱門時段來都要等一個小時以上 它快到晚上七點 我就想說我們晚上來 雖然商店街都關了 應該是不太容易吃到豬排吧 看看需要不需要先抽號碼的登記 我們快步走到我們飯店 大概花十分鐘左右吧 現在是在倉夫美觀地區的正中心 然後我們的飯店呢 就是這一家美觀塘跟隔壁很有名的有靈菸 賴生雞蛋飯跟倉夫有名的布丁的店 在正樓上 正樓上所以我是住這嗎 對他跟我說他們沒有check in的櫃台 你要跟這兩間店的店員講 我先去跟他說一下 嗨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在倉夫的飯店 對我們剛剛check in好了 沒錯他就是兩家商店的樓上一個房間 所以他只有一間房間喔 這是一個民宿 大家可以進來看一下 超級可愛的耶 他真的只有一間 所以他說我們整個晚上這組會有我們 然後樓下呢會有一個私人的廁所 大家來看一下 走進來這邊就是一個玄關區 有一個小小的像霸台一樣的 一個木製的霸台 我覺得好日本喔 對而且他整個走進來 榻榻米味道超香的 對他說他們是新畫的新的榻榻米 是味道非常的香 然後這邊呢幫我們準備好的水 而且還有很可愛的這個保溫壺 外面還有穿衣服 對他們保溫壺穿衣服 很可愛 然後他的選物啊我也都覺得蠻可愛的 杯子啊相關的 那上面有一個迷你的小冰箱 還有毛巾 然後甚至呢他還有準備就是不同size的 就是他們叫什麼睡衣嗎 睡衣 他剛剛看到我們的身形之後才幫我們準備 沒錯 這就是我們兩個10寸的睡衣 然後轉過來 這裡就是他的榻榻米區域 這邊是客廳區 客廳區除了有一個地板上可以做著聊天的榻榻米區 然後他貼的一張桌子 這是他剛剛幫我們準備的 我們的welcome drinks 這是桃子屁股 杯 裡面它的屁股 它是桃子屁股 然後裡面就是桃子果汁 剛剛餐最有美的就是桃子果汁 喔好濃稠喔 他幫我桌子全部都是果汁了 它沒有去稀釋 超濃的耶 很像真的是吃一口水蜜桃 然後在嘴巴裡面咬碎那種口感 這個桃子屁股果汁啊 在他們隔壁樓下的那個遊林間是非常有名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它這邊還有一個小的橙色瓶 裡面都是有一些杯子器具 應該是都可以用啦 就是大家要自己小心不要幫人家摔壞了 然後走進來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床位 它已經幫我們鋪好床了 感覺超舒服的耶 毛茸茸的 它質感好特別喔 它外面這個有點像屎棉嗎 還是棉麻的材質 這是棉麻桿 對 棉麻桿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盤子 它冷吧 現在溫度大概是0到10度左右 對 我早上 我們剛到鋼山機場覺得還好 但是現在真的有點冷 我覺得這個 已經是很可愛耶 可是晚上的價格是比較偏過一點點 因為它畢竟是在倉敷美觀地區 就是正式重新老街區 那個晚上大概是6000塊台幣左右吧 但是它樓下的廁所也很可愛喔 而且還有絲龍液港 對 我們晚點帶大家去看 那現在是5點多 現在時間是5點半 那我們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也是5點半抵達 那在倉敷所有老街上的店都關了的情況下 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首先呢 我們要來先去吃大排長龍的炸豬排店 我想如果晚上沒有什麼人的話 應該會不用排那麼久吧 好 那我們先去吃晚餐 謝謝 謝謝 好香喔 我們商夫商店街有名的 商夫饅頭 欸 它原來饅頭是車輪餅 對啊 它是車輪餅耶 根本不是饅頭 好香喔 欸 好像到烤耶 對 它雖然上面是寫 饅頭 對 但是它竟然是車輪餅 而且滿好吃的耶 但是其實跟台灣吃的車輪餅差不多啦 對啊 我想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吃車輪餅嗎 那你要吃車輪餅 那很便宜啊 一個一百塊 一個一百塊就二十幾塊了 還沒有走到豬排 就已經中間狂吃了 對啊 我們不是要去吃豬排 我怕豬排要走很久 我會餓啊 哇 你會餓是不是 你今天其實不停在進食 而且我們今天都沒有幹嘛 就是在坐車 你今天就在坐飛機 然後吃東西 坐車 然後吃東西 來來來 不要講話 你覺得怎麼樣 嗯 好台灣味喔 很台對不對 很台欸 我們終於進來那個炸豬排店 然後豬排也都到了 現在時間呢是晚上的六點半 我們大概是五點四十左右到的吧 我們等了大概半個小時 但是因為它是現點現炸的 進來之後又等了喔 所以我快要十幾二十分鐘 反正 以現在禮拜四晚下午 然後幾乎都沒有什麼觀光客的情況下 這家店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有心理準備 從後排隊到吃到豬排 可能還是要等到四十五分鐘左右 對 四十五到一個小時 沒錯 那我們點的是他們最知名的 名物加豬排 它這樣子 它的豬排上面已經頂了 好像是咖哩還是味噌 的醬汁甜甜的 分起來比較像是甜甜的那種味噌醬 好 我們先吃吃看 是味噌醬 然後它雖然淋了滿多醬的 但是因為它剛剛 現在炸好才淋上去 所以目前還是吃得到脆脆的口感 換著就是連當地人都願意花那麼多時間來吃 嗯 其實我覺得滿多當地人會來吃的 嗯 只是它的尾韻有一點豬味 我再試一口看看 是滿多汁又嫩的豬排 我覺得滿好吃的 是一個很特別的口味 嗯 反正這個外面的脆 糖那個 炸皮也很脆喔 配了白飯 金銀剔透 我覺得白飯煮得有點偏軟 對 它的白飯有點太軟 嗯 有點太軟 沒有那麼喜歡 這樣一份豬排跟飯 然後再配上一碗味噌湯 是1600塊日幣 他們家今天只收現金喔 1600塊的話大概350 然後另外啊 我們點的另外一份 是一個套餐 它還有除了它這個炸豬排是單點的 可以另外配套餐之外 它還有A B C 三種套餐 那我們今天點的這個套餐呢 是漢堡肉 再加上雞排 先吃吃看它的漢堡肉 喔 切麵很漂亮耶 但很像自己買絞肉回來 就是看起來就是自己做的那個漢堡肉 漢堡肉裡面真的超多汁的 好特別喔 這漢堡肉我沒有吃過這種口味 它有一點偏甜 然後裡面的香料味也滿香的 那我們就繼續吃 然後吃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覺得這家 卡爸炸豬排名店怎麼樣 然後你其實再稍微 再晚一點的話還可以去哪裡 可以這個出汁捲 浴汁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們剛剛不是在吃飽 你就要再看別的東西吃 我們吃完那個卡爸炸豬排 你覺得如何 我可以給7分 它總共是我們兩個人 給2分是3100塊日幣 那如果乘於0.22的話大概就是660左右吧 差不多300多 300多 300多塊 我覺得我也可以給到7.5分 它那個豬排的炸衣真的滿脆的 然後也有汁 但它尾韻有一個小小的豬燒味 這個我比較不能接受 有點豬味啦 但它的味噌是有 調味是滿特別的 我覺得是挺不錯的 如果有來倉膚 但如果你要到一個小時以上 要等待時間的話 我可能就會覺得沒有那麼值得 那我們今天應該是晚上嘛 所以 實際排隊半小時 再等餐可能15分鐘左右 對 可以推薦給大家 那現在是晚上7點鐘 倉庫這邊店都觀光了 對為什麼啊 為什麼商店街大家都觀光光的感覺 不是啊 就像你去那個老街 你也不會晚上七八點去老街啊 可是我們去什麼新災橋 那不一樣 這邊是小店房 那我一次有查到倉庫車站的後站 有一個outlet 但它也只開到8點 想說我們先去看看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逛 然後在晚上的時候呢 回來的路上呢 我們可能就去看看人家 倉膚的那個 穿 倉膚穿 旁邊 晚上會打燈打到9點鐘 那個風景怎麼樣 好 Let's go 連台灣都有 小時候最愛吃的 現在台灣全部都觀光了耶 有人說這東西 他小時候都吃 啊為什麼我小時候都沒看過 小時候媽媽還會帶我們常常吃這個耶 中壢有一間很大在外環道上面 有人吃過這個嗎 羊老奶農 可以下面幫我解惑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應該是日本 我原本以為是台灣自己創的店 你看看這個名字 感覺應該就是日本來的啊 我們現在在倉峰美關地區 現在是晚上大概將近9點鐘左右的時間 我們剛剛吃完了炸豬排 又逛了一下Outlet之後呢 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要來看這邊的夜景 對我覺得晚上這邊 蠻安靜的耶 又很漂亮 對啊因為他所有的店家 大概都到5到6點左右 就結束營業了 他這邊的民宿 我那時候找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數量很多 大部分都是在那個車站口那邊 大家可能就走出來逛逛就會回去 但我們就特別找了一個 在這個市中心的民宿 就是美關地區 古老城區的一個民宿 在那個橋的走過去後面 我覺得這個地方 如果大家時間沒有很趕的話 真的蠻推薦 可以晚上來住一晚耶 然後民宿的那個 就是服務員跟我們說啊 明天早上 是在那些觀光客 還沒有湧入的時候 他非常建議我們 可以在河邊走走看看 現在晚上是打燈的樣子 然後明天早上 應該會是不同的風景 對因為現在其實只有這個地方比較亮 所以它地方其實都暗暗黑黑的 用眼睛才可以看到漂亮 你說我眼睛把那個美麗的樣子保留住 結果影片拍不太出來 我們再補一些曝光後的照片給大家看 然後你看這邊就是他的船 船部這邊可以乘船 他現在船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你現在的位置的正後方是他們的那個活動中心 就是你要去活動中心買船票 但我有研究了一下好像我們冬天來 他船是只有在假日才有開 所以明天是週五 可能我們就沒有辦法搭到船了 但我們明天還是來這個活動中心 遊客中心 對遊客中心看一下到底可不可以搭船 我們來碰碰運氣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走回去 就回到我們的飯店 我們飯店的一樓 他左手邊呢 是剛剛看到那個紀念品店的一樓 然後走進來呢 這邊就有一個私人的浴室 給大家看一下 進來之後呢 左邊是一間廁所 看一下 他是水泥地平耶 那他就是標準日本是這樣 廁所歸廁所 然後裡面一樣有這個小的洗手台 裡面好香喔 還有用很香的那個心油 然後呢走進來之後呢 這邊要脫鞋 這邊脫一下鞋 他有給我們脫鞋 就是你可以穿下來的 喔有洗衣機 那有一台洗衣機 然後洗手的 洗髮精神我都很完備耶 我看一下還有備品 他連洗面乳都有耶 一般通常都不會附洗面乳的 他備品好豐富喔 洗臉的洗面乳的 還有massage 然後呢再往內 給大家看 他有一個浴缸 對耶 這邊有一個很傳統的浴缸 對而且他說這個浴缸呢 是沒有塞子的 他們自己做了一個這個塞子 你要把它塞進去 而且我剛才發現他不是這樣正塞 他那個出水孔是在側邊 你要這樣側塞進去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浴缸 然後淋浴間 還不錯 很乾淨 而且只有我們一組客人 所以只會有我們使用 對不會有別人 還不錯耶 他說我覺得他備品給的真的很豐富 喜歡 好 我們待會來洗洗澡 然後照點休息 明天早上要一早起來拍仓夫的 沈肩的樣子給大家看 好 那就跟大家說晚安啦 大家晚安 掰掰 我們要轉一圈喔 嗚~~ 嗚~~ 還太多圈了 嗚~~ 不行我會點到 嗚~~ 嗚~~ 嗚~~